在葬立新年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月21日 给正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回信 肯定他们献身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志向,免励他们练就过硬本领,服务基层人民 并向他们以及藏区各族群众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 回信全文如下 西藏大学医学院2015级临床医学专业的同学们,你们好 来信收到了,得知你们17名同学在北京进行临床实习期间 既锻炼了临床基本功,也坚定了现身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信念,我很欣慰 医生是人民健康的守护者,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 军地广大医务工作者冲锋在前,英勇奋战 用行动诠释了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崇高精神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以他们为榜样,努力做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医生 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 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 葬礼新年就要到了,我向你们以及藏区各族群众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 习近平,2020年2月21日 2019年6月,在对口支援高校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安排下 西藏大学医学院2015级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班的17名学生来到守纲医院 开始为期11个月的临床实习 不久前,这些学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 汇报了实习以来的收获和感悟 表达了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情 以及学好本领后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的决心 2月22日晚上8点,北京大学在燕园大厦召开党委常委会 集体学习了总书记给在北京大学守纲医院实习的 西藏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2015级本科年级的17名同学的回信 校党委书记邱水平,党委副书记,校长郝平等学校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参加 邱水平主持会议 在认真学习总书记给在北京大学守纲医院实习的 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的回信后 邱水平强调 在举国上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 总书记在百忙中给北京大学对口支援的西藏大学医学院本科生回信 这不仅是对藏大师生的亲切关怀和慰问 也是对广大医学生、广大奋战在抗疫一线医务工作者的极大鼓舞和激励 这对我们全力打赢抗疫总体战和阻击战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同时,我们要把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回信精神和继续做好对口支援等各项工作相结合 以利得数人指引方向 培养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好评指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北大对口支援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的鼓励 也是对北大医学、北大对口支援西藏大学工作的鼓励和肯定 特别是对此刻正奋战在抗疫工作中的白衣战士辛勤奉献的高度肯定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回信精神 要把总书记对青年学生的鼓励和期望迅速传达到每一位学生 常委会结束后晚上9点 在北京大学二教109教室 邱水平、郝平、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詹奇敏 党委副书记、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 党委常委、副校长陈宝健 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朗朗等 与在北京大学首纲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 2015级17名本科同学举行座谈 共同学习了总书记的回信 邱水平和各位领导分别发言 勉励同学们认真学习总书记回信精神 牢记嘱托、坚定信念、学好本领 以人心人数、造福群众 校领导还向同学们送上了葬礼新年的祝福 同学代表发言表示非常激动 深受鼓舞 一定要认真学习总书记的回信精神 努力学习、身体力行 做一名总书记希望的合格的医学生 出来北京我们就感受到了 北京大学和首纲医院的领导老师们 对我们的关心 我们在这里的学习生活都很充实 所以想写一封信给西书记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然后今天我们收到了西书记的来信 我们很激动、很开心 这不仅是我们的荣幸 然后也是全国医护人员和医学生的荣幸 我们不会辜负习书记的期望 我们会更加努力学习 将更好的服务基层的人民们 好好学习、认真学习 将来祖国学习我们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站出来 然后我也坚信 等春南花开的时候 疫情毕竟会过去的 我们始终坚信 疫情必将确退 而我们必将胜利的 感谢观看 然后再来 谢谢观看